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 一片步窜到台上 抄起一只瓶子朝新娘泼过去 瞬间新娘满身满脸 溅满了乌黑的液体 现场一片混乱 新娘倒是反应很快 她牢牢护住肚子 像我同事来见一样的目光 疯子 快把她抓起来 班郎团和司仪 趁机纷纷上来拉扯 很快 我被几只大手摁在墙上 十几分钟后 警车呼啸地开道 在众人惊讶迷惑的目光中 我被带上了警车 因为得不到谅解 我涉嫌在公共场合 公开羞辱他人 被处以十天拘留 曾经 我也是个手下有近百员工 人前人后被人簇拥着的张总 然而现在 我却要当着十几人的面上厕所 过去的一幕幕像走马灯一样 在我面前不断闪现 我叫张倩倩 今年38岁 六岁那年年底 开大货的爸爸车祸身亡 留下一屁股宅 无奈之下 妈妈卖掉西安的房子 还清欠款 惊人介绍 嫁给了邹伯伯 邹伯伯在一家化工厂工作 他前妻早年出国后和他离婚 有个女儿比我小一岁 名叫小雨 邹伯伯对我们母女俩很好 不过 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 三年后 我妈又被查出肝癌晚期 很快就撇向我走了 临终前 他把我托付给邹伯伯 邹伯伯含泪硬撑下来 邹爸爸也一直把我当自家孩子看待 回想起这些年的颠沛流离 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2012年年底 我怀握着辛苦攒价的二十万回到西安 想自己开一家小公司 在这之前 小雨已经从省内一所大学毕业 邹爸爸早已不再挺拔 头发白了不少 小雨却高出我半个头 长成了大姑娘 我的到来 让邹爸爸很是开心 他很支持我创业 特意拿出五万块钱 给我当启动资金 我打算开一个羊绒山服装厂 编织机自然最重要 但因为资金有限 只能买了一批进口的二手货 就在我好不容易找到货源 交了定金后 小雨来跟我说 想要出国 我有些吃惊 小雨告诉我 这些年来 邹爸爸的身体并没有恢复好 为了生计还开过早餐店 他一边上学 一边还要帮衬着爸爸 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了高考 考的大学和专业都很一般 所以毕业后四处碰壁 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 姐 我男朋友去美国 我也想和他一起 这事我跟爸说了 但他说家里的积蓄都给了你 拿不出钱来 说吧 小雨用永远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瞬间明白了小雨的心思 邹爸爸虽然从未提及此事 但他肯定是不想让我为难 说起来 我和邹爸爸没有半点血缘 他能带我如此 已经实属难得 纠结再三 我决定取回定金 拿出邹爸爸给的五万 再加自己的三万 一起给了小雨 小雨走后 我求爷爷告奶奶 四处凑钱 终于买了设备 把厂子开了起来 当时杨蓉在国内 还是个高档新鲜的玩意儿 我的公司主要是做出口 因为质量过硬 又有我之前在广州时 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 厂子很快就走上了正轨 几年下来 我的厂子每年盈利近百万 我给周爸爸 换上了南北通透的大房子 也给自己 买了一套金装秀的大平层 2017年 在我的道之下 我和同学奥瑞结婚了 她在一家国企工作 婚后 我搬进了她家买的婚房 直到2018年年底 小雨对我和周爸爸说 她在国外过得不好 我想回来 这么些年过去 我早就忘了她出国时 不愉快的小插曲 再说 这世上与我有亲缘关系的 早已不在 我的娘家人 除了周爸爸外 便只有小雨 我马上给小雨买了商务机票 安排她回国 后来 我把她安排在公司的采贡部 还暗暗给财务打好了招呼 给她开出了比别人多一倍的工资 采购部年轻人多 小雨工作挺积极 我很高兴 还四处张罗 给她介绍男朋友 但没想到有一天 客户老陈拿着样衣 和销售的合同甩到我身上 骂我赚了钱就不厚道 拿兔毛来冒充羊绒 我一摸一捏 心沉了下去 安抚好老陈后 我立马派人查这批原料的来源 没想到 负责这批原料的人竟然是小雨 我气疯了 若行这么久 我这人最看重诚信 你有事不想干 趁早滚蛋 我对小雨甩了杯子 小雨眼泪巴巴 委屈地跟我解释 说她是中了别人的圈套 当时只觉得这批料便宜 哪里知道会是假的呢 姐 要是不在这工作 我能去哪呢 她把脸埋在手心不断地啜泣 精瘦的肩膀不停耸动 那一下 我的心软了 又想到周爸爸 自从小雨回来后 她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很多 我如果按规定开除小雨 自然面子上也过不去 于是我让小雨在公司大会上做检讨 又把她从采工部调到了后勤 但薪水仍然维持不变 小雨默默计受了 许是因为歉意 每次我和欧瑞回家看周爸爸 她都姐姐姐夫地叫着 给我们忙前忙后张罗饭菜 直到我在备孕 还帮我找了个老中医条铃 欧瑞也很感激小雨 她特地托坐珠宝的朋友 给我们姐妹定制了两枚一模一样的胸针 小雨很开心 我也寻思着 等再过一阵子 把小雨调回来 再给她分一些股份 再怎么说还是一家人 然而2020年1月底 新冠疫情爆发 对于以外贸为主业的我们 这场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我每天白天黑夜都泡在公司里 之前看不上的小单子 也努力去接 有时候遇到订单比较急 我就下车间帮着工人去做 即使这样 公司也只能勉强维持经营 欧瑞见我整天愁眉苦脸 劝我关了公司 卖掉厂房算了 现在的任务 是赶紧给他们肉家生个孩子 我正为生意心烦意乱 懒得理他 渐渐的 我俩的争吵越来越多 有时候欧瑞去婆婆那过夜 一天和我也打不了几个周面 2021年9月 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 之前合作过的老月找到我 说有个大单子 总额有900多万 条件是 必须赶在圣诞节前交货 我激动坏了 员工也很高兴 大家主动放弃假日 眼看着一件件带着圣诞树 麋鹿等精美图案的羊绒衫 被生产出来 我满心欢喜 为了保证这批原料不出问题 我去了趟内蒙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出事了 这件最重要的几台编织机出了问题 织出来的花色一塌糊涂 根本无法交货 为了稳住军心 我表面上脸色如常 心底却有个绝望的声音在嘶吼 这下完了 老月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风声 他变了脸色 拿着合同条款 逼着我在一个月内 要么交货 要么赔偿损失 无奈之下 我把名下的房子抵押出去 向老月支付了三百万的赔偿 欧瑞对我更加埋怨 不是早让你别干了吗 非得撞南墙才知道后悔 我和他争辩 他干脆一摔门而出 住回了婆婆家 半个月后 欧瑞正式向我提出离婚 我有点莫名其妙 要说我们夫妻意见不合 那也很正常吧 也不至于要离婚吧 他鼻子哼了一声 冷冷地说 张浅浅 你个臭不要脸的骗子 你明明是为了钱那有多胎 所以现在才怀不上孩子 为什么要骗我说公寒 可怜我爸妈 还一直心心念念的要抱孙子 你把我们全家都当猴耍 当年那场失败的恋爱 大给我的 除了绝地求生的韧劲 还有一次噩梦般的流产 事后 我虽然用尽各种方式调理身体 却始终没有能怀孕 我生怕欧瑞知道 这段不光彩的往事 连做检查 都不敢让他陪着去 没想到 他还是知道了 欧瑞铁了心要离婚 目已成舟 我再纠缠也没有什么意思 最终 我默默把眼泪吞下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生意惨败 又失去了婚姻 我搬回婚前买的房子 晚上一个人喝酒 白天窝在床里昏睡 周爸爸几次来看我 欲言又止 这天 周爸爸来给我送鸡汤 放下保温筒 就开始抹眼睛 孩子 我对不住你 他说 就在一周前 小宇居然带着欧瑞出现在他面前 说自己怀孕了 肚子里的孩子是欧瑞的 要嫁给他 周爸爸差点没站住 一步步走向小宇 瞪大了眼睛 颤抖着狠狠扇了他眼光 小宇被激怒 他哭着嚷道 你一直骗心他 我就不明白 我哪点比他差 你搞清楚 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小宇丢下这句话 离家出走 周爸爸打电话 他不接 他只得找到我 小宇怀孕四个月了 是欧瑞的 我先是待他听着 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后 压迟不由自主地狠狠 撞击在一起 哥哥作响了 老公和小姨妹 这么狗血的事情 竟然发生在我身上 怪不得欧瑞急着 要和我离婚 原来他们俩 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我觉得自己要疯了 所以小宇和欧瑞 结婚那天 我端着抹制 大闹婚礼现场 要不是我 还有残存的理智 我甚至觉得 手里拿着的 应该是刘孙 在看守所 熬够十天 我收了一大全 换上自己 近来时穿的衣服 显得空落落的 打了辆车后 我直办公司 出事后 公司人心惶惶 很多员工离职 留下来的 只有几少数老员工 门房老刘 瞥见我呆呆 站在门口 赶忙跑出来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老刘摆摆手 张总 有件事 不知道该不该对您说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多想了 老刘告诉我 就在我去内蒙期间 有天晚上下班后 小宇开着我的车 到公司 说是要帮我取分文件 可车开进去时候 他发现车后座 还坐着个男人 样子有点像欧瑞 我当时也没多想 可是第二天 大家就嚷嚷 设备坏了 后来 我又听说 老刘的话 像一道闪电 披进我的心里 我那套生产设备 虽然是二手货 但这些年来 一直运行良好 几乎没做过什么维修 早不坏晚不坏 偏偏在接到 大订单的节骨眼上坏 而他坏的时间 偏偏我不在西安 我仔细回忆 设备坏的那一天晚上 我和内蒙的供服商 一起吃饭 根本没有找小语 取过什么文件 外貌形势这几年 一直不好 可就是行情好的时候 老月也生意贫贫 为什么现在 反而能接到 这么大的单 再者 我之前的收入 是远远高于欧瑞的 可离婚的时候 他却提出 个人名下的存款归个人 我因为伤透了 也没有计较 他是不是在隐瞒些什么 我一把抓住老刘的手 老刘 快给你儿子打电话 让他过来一下 老刘儿子刘洋 就职的公司 主攻企业数据的 云储存服务 之前 我在他那购买了一年服务 虽然视频监控 只能储存一周 但同步上传到云储存后 车已至少保存半年以上 刘洋赶来 一番熟练的操作下 出示前一天晚上 整个公司的监控 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那晚十点左右 我的车到了公司门口 老刘出来打招呼 驾驶座上的人探出头 正是小宇 厂区的监控显示 他们俩把车 停在办公楼下面 并没有上去 而是走向车间的方向 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 小宇开着车出场 此后一直到第二天上班 都没有人进过车间 小刘 如果有电话号码 你能帮我查到聊天记录吗 我转向了刘洋 张总 这样取得的聊天记录 法庭没有办法才行 刘洋犹豫 放心 我不会做犯法的事 我的声音冷静而克制 我只是 想确定一些事情 刘洋的效率很高 欧瑞的聊天记录 很快就被他查了个底朝天 果然 欧瑞和老月有联系 在老月取得赔偿款的几天后 老月发了几张转账截图给欧瑞 金额加起来竟然有两百万 而在此之后不久 欧瑞又在一家户业组会所 订了个三万八的套餐 登记的孕妇正是邹女士 我以此为理由 回头公司之前的法律顾问 以欧瑞隐匿夫妻共同财产为由 向法院提出动机欧瑞名下账户 查清账户往来资金的请求 拿到老月 给欧瑞的转账记录后 我把证据交给了邹爸爸 老实说 当时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和欧瑞的无情背叛 你可以一心别练 咱们好聚好散就是 但你不能破坏我的企业 让上百号的工人丢了饭碗 所以照我的个性 是一定要让这样的人渣付出代价的 可是我要讨回自己的公道 就不能绕过小语 我和他虽然没有训言 但并不想把他送进千语 邹爸爸脸色惨白 他颤抖着双手 翻看那些证明 女儿已经触犯刑法的事实 半晌 他转进了房间 看着邹爸爸苍老的背影 我的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难受 晚上吃饭的时候 邹爸爸忽然告诉我 他已经帮我报了警 倩倩 是小语对不起你 人总要为做错的事付出代价 你放心 该作证我就要去作证 我扶在邹爸爸的手上 泪如雨下 经过调查 公安部门在编织机的关键部位 提取到了欧瑞的指纹 证据面前 欧瑞和小语终于承认 他们俩勾结老月 先下订单 暗地里破坏设备 拿到赔偿 又从老月那里 拿到了两百万的好处费 我让邹爸爸出面 为小语请了律师 想尽量减轻她的量刑 没想到 小语却把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竭力为欧瑞开拓 幸好我的律师给力 同时 公安部门认为 欧瑞是破坏设备的实施者 又直接和老月做了交易 仍然认定她为主犯 2022年5月 综合各项证据 法庭认为 邹小语和欧瑞 破坏生产经营罪成立 欧瑞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邹小语被判4年 老月因为涉及其他经济问题 被另案起诉 我的300万出去已经花掉的30万之外 其余的由法庭责令现实退回 法庭上我见到了小语 她的头发剪得很短 一张小脸只有巴掌大 肤色清白 宽大的球衣照在她细手的身体上 高高隆起的腹部 越发突兀的可怜 一旁的邹爸爸已经哭倒在听证席上 小语微微一震 用余光扫了一眼 却并没有回头 不久后小语面临生产 我让律师为她办理了保外救医的手续 而欧瑞的父母 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我们姐妹身上 他们拒绝承认小语 更不愿意认那个未出世的孩子 被接到医院的当晚 小语就开始发作 快速送到产房 医院需要家属陪护 左爸爸急着要进去 可他的心脏一直不好 我怕他受不了 安抚了半天 他才同意在外面等 我穿上了隔离衣 全身消毒后被送进了产房 产霜上的小语 脸上已经没有一丝血色 头发被汗水 牢牢地粘在了额头上 这位妈妈 不行啊 你得用劲儿孩子才能生下来 一旁的助产师明显有些急了 我眼睛一热 大步上前 紧紧握住她的手 小语 我是倩倩 是你最讨厌的姐姐 小语想抽回手 却被我用力死死捏住 你不是恨我吗 那就用力掐我 快 把你的恨使出来 用力 随着小语一声 刺心裂肺的大汗 孩子终于和羊水 一起被冲了出来 哭声响亮 被挪到病房的第三个晚上 小语看着墙包里 吃饱了正在熟睡的婴儿 又看看我手上 被掐出的血印子 终于对我开了口 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羡慕你 也在恨你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 你几时怎么带你的 周爸爸立马打断她 我向她摆摆手 我一直也想知道 我自认为对她不保 她为什么要背叛我 小语直勾勾地看着我 当年 我们一家四口 虽然生活拮据 但因为那是我妈 所以我几乎没短缺过什么 而小语 因为个头比我小 衣服鞋子 难免会捡穿剩下的 你考上一中那年 家里要给你交学费 过年没钱 只买了几斤肉 可是爸爸还是给你买了一双 粉红色的运动鞋 漂亮极了 我脚上 还是你穿过的旧鞋子 可爸爸说 姐姐穿鞋爱惜 明年给我穿照样是新的 凭什么 我就只配穿你的旧鞋 小语说起这些 眼神依然带着一丝恨意 后来 邹爸爸生病 小语认为 爸爸都是因为要供养两个 才透支体力病倒的 而她也因为这些 导致高考失败 回国后和我一比 她事业家庭都没有 已经很失落 那次认错兔毛 她的确是好心做错事 可我还让她公开做检讨 导致同事们看她不起 而那时候 欧瑞对她的表现 超出一般的关怀 让她既惶恐 又有几分惊喜 在这种情绪下 当欧瑞和我的婚姻 产生问题后 让她诉苦时 她把我之前因为流产 影响生育的事 透露给了她 我本来只想挑拨 她和你的关系 可她因为这件事 就对我更好了 她说 看到我的第一眼起 就特别喜欢我 小语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小语怀孕 欧瑞欣喜若狂 承诺离婚娶她 可是她又说 想给孩子更好的条件 由于我的公寓和公司 都是婚前财产 离婚的话 欧瑞分不到什么 于是她极力说服小语 设下了这个局 她说 她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我 说要给我和孩子 最幸福的生活 小语的眼神 茫然地投向漆黑的窗外 爸爸错了 对不起 可你怎么这么傻 一旁的邹爸爸 早已气不成声 我这时才知道 小语的心里 竟然有这么多委屈 我泪流满面地说道 一切都过去了 等你出来 我们一起照顾她 我们一家 好好的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安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